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好久不见了,大家都好吗?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有关华文 就是华人的文字与圣经的密切关系 华人的文字是随意造作的吗?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文的象形文字虽然有转化 但却保存原有的字意 这些文字叙述了人类的起源 是身为华人的你我应该知道的 明摆后必然非常仰恶华文的文字 更认识到原来华人从来不曾忘记那位伟大的创造者 因为华人文字与圣经史迹相符合 这难道是巧合吗? 我相信华人借着文字一直谨记 并且传承人类历史的故事 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字 来谈论有关人类历史中三个很关键性的阶段 这几个字都有同一个意思 就是开始或起头 为什么有不同的起头或开始呢? 考旧这几个字就到处答案来 今天开始讲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圆和丸这两个字所带出的背景和意义 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 一男一女两个个体就是两个人 人类的背照是有着上帝一切的美善和特性 上帝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接下来 创世纪第二章详细记载上帝为何和如何创造亚当和夏娃 为什么亚当夏娃的创造要详细记载呢?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世界的宗书 世界为他们而造 世界也托付他们管理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 以圆字代表 圆的意思就是起头 首先,这个圆由二和儿组成 就是由两个人组成 亚当先被造 他被信托管理大地的重任 他就一一为动物们起名字 起名字的意思就是认识他们 按照他们的特性对待他们 就在认识了所有的受造物后 他却没有预见或认知任何一个适合当他同伴的 上帝让亚当经历这个过程 以致他认识自己 也知道自己的需要 然而,到最后他还找不到合适的配偶帮助者 上帝下手取下他的一根肋骨 把肉合起来 就成了一个女人 成为亚当最合拍的配偶帮助者 亚当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他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是独一无二的伴侣 他们二人开始了这个大地的历史 圆就是他们,他们就是圆 上帝评论一切所造的甚好 It was very good 上帝这样评论后 圣经的下一句就是天地万物都造起来 到了第七日 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 完毕表示做好了 成功了 完整了 所以可以下概论了 上帝的概论就是 一切都甚好 一个盖子或屋顶盖在圆 上面就是丸子 原来上帝造了两个人 看为圣好 就完美了 所以啊 华人称婚姻为大事 结婚才是成人 两个人才完美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创造 以圆和完两个字代表了 创造的开始和创造的完整 我们要赞赏和感激上帝 亲自为人类设定婚姻 祝福婚姻 让人不孤单 有伴侣相辅相成 就如传道书四章九道十一节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活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请为上帝赐给你的配偶 和你身边的亲人感谢他 他们是上帝赐给你无上的礼物 好好珍惜他 好好爱戴他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